台湾警方今天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 逮捕了车手 根据了解 其实被害人是因为透过了网络 遭到了假投资的诈骗报警处理 而警方呢 埋伏在这个交款的现场 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 架拐子把人给逮捕 这一起诈骗案件 是在5月底的时候 这名选信被害人 他是说遭到了假投资的诈骗 而且呢 他是在社群软体里面 点选了不明的投资连结 相信对方保证 投资是稳赚不赔 所以拿出了超过百万元的现金 当面交付给这个集团来作为投资 后来呢 觉得说好像怪怪的 到了派出所来报案查证 才发现真的是遇上了诈骗集团 警方特别提醒 其实现在最大众的诈骗手法 就是透过了各类网站 或是社群媒体来散布投资广告 提醒民众千万别上当 再次找回拉出 稳赚不赔 愿意 继续 预计